黑森号护卫舰是德国位于公海上的神兵利器 它是一艘拥有强大火炮和先进定位技术的科技巨兽 在大西洋 这艘由255名海军与船员组成的队伍正在进行训练 与他们一同训练的还有其他6艘战舰 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以美国航母杜鲁门号为首的 第8航母打击大队的永久成员 今天就走进德国黑森号护卫舰 看看他都装备了哪些黑科技 德国大兵又是如何执行训练任务 他们在战检上的起居生活又是怎样的 在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的码头 也就是位于美国福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 这里是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所有活动的出发点 这个军事基地是4艘巨型航母的母港 同时还有大约30艘战舰和潜艇 现在德国护卫舰黑森号也停泊在这里 很快他将出发前往北大西洋 船员们正在忙着装载足够一个月的食物 他们将这种人手传递的鼓励运输方式称之为物资投放 船员必须将每个物资箱子搬运140多米 下到三层甲板的储藏室里 黑森号护卫舰的物资投放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包括800公斤水果和蔬菜 1万瓶水和约1.2吨的肉类鱼类 其中大部分是冷冻食材 现在全体船员都聚集在甲板上点名 共有255名男女船员 此时杜鲁门号航母起航驶向公海 接下来杜鲁门号有两艘驱逐舰 两艘护卫舰 一艘巡洋舰和一艘攻击潜艇护航 奥利弗·芬尼克是黑森号护卫舰的第六任舰长 他负责指挥接下来的训练任务 在简短的简报过后 舰长命令开始正式起航 黑森号护卫舰拥有一个混合发动机系统 它有两台1万马力的柴油发动机 和一台3万2千马力的燃气轮机组合提供动力 很轻松的就将这艘5800吨重的战舰送出港口 团上的二号人物是执行官 他由一级中尉弗朗西斯科·弗里德里西担任 作为第一值班军官 他协调内部工作程序 并根据指挥官的命令驾驶护卫舰 现在战舰以每小时七节的适度速度 向其余六艘战舰靠近 黑森号是一艘143米长18米宽的防空护卫舰 配备了先进的武器系统和最先进的定位技术 它的吃水深度仅为6米 这使得这艘高科技护卫舰也能在近海水域作业 两个半小时后 巨大的航母杜鲁门号出现在地平线上 它是一座雕幅的城市 长约330米 装备有49架F-18战斗机和更多的其他飞机 德国护卫舰在杜鲁门航母编队中的作用 是空中监视和防空防御 现在开始所谓的综合训练单元演习 这种极其逼真的演练训练 将单个战舰集结成一个战术编队 以便他们能够参与战斗 除了杜鲁门号航母外 该编队还包括两艘高科技驱逐舰 阿利伯克号和杰森邓纳姆号 美国巡洋舰诺曼底号 充当航母自身的浮动导弹防御系统 一艘挪威护卫舰阿蒙森号 与一艘美国攻击潜艇一起环绕 整个编队防范攻击者 空中侦察是黑森号的专长 但德国护卫舰不仅仅是编队的眼睛和耳朵 还装备精良 能够在没有其他船只支持的情况下 在海战中自卫 凭借复杂的定位技术 这艘高科技战舰是德国海军的骄傲 它巨大的宽泛为雷达 是专门为探测隐形飞机而开发的 侦察软件允许黑森号拦截敌方信号 并将最新的位置数据发送给其他编队成员 它是德国最强大和最昂贵的战舰武器系统 德国黑森号护卫舰在船尾安装了 被称为智能L的旋转雷达 从而形成了一个半径400公里的巨大监视穹顶 智能L可以在任何时候看测和追踪大约1000个目标 护卫舰的菱形塔内装有火控雷达 称为有缘相控阵雷达 它通过集中的无线电波数 跟踪敌方目标雷达系统 采集到的坐标直接传递给打击群中的其他武器系统 以便其他战舰能够精确打击敌方目标 黑森号还能够进行水下探测 位于船首的高性能声纳系统 可以监测半径44公里范围内海洋中的活动 作战室是船上所有信息的汇聚点 雷达和声纳数据集群 为编队军官提供了对空中和水下的全面掌握 这意味着打击群的所有战舰 都可以持续关注编队中的危险情况 共有7000名水兵在航母编队的船只上服役 作为为期三周的作战计划的一部分 航母的战斗机将起飞和降落成千上万次 同时战舰上的小武器和高科技火炮都在开火 向水面上的目标进行射击演练 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团队 决定每个场景的细节 并将演习地图相应的加载到舰艇的监视器上 虚拟战区像一层薄膜一样投射到海洋上 然后数字战斗计划被划分为几个区域 所有战舰必须遵守特定的规则 有19架军用直升机 驻扎在第八航母打击群 多用途直升机的主要任务包括 运输特种部队和追捕水面上的潜艇和侵略者 但是直升机也使用底部的重型货物吊钩 在甲板之间运送物资 用这种方法运输板条箱和货物网 他们的另一个专长是海上营救 黑森号护卫舰驻扎了两架直升机 专为这艘战舰量身打造 他们航13米高4米 悬翼叶片折叠起来时 能完美的进入护卫舰船尾的两个舱室 英国制造的MK88直升机 自1981年以来一直在德国海军中使用 他们由两台劳斯莱斯发动机提供动力 总功率为2200马力 最高时速可达325公里 黑森号护卫舰上 由18人组成一个直升机小队 其中7人组成飞行机组 在行动期间 每天在空中飞行约4小时 飞行员和飞行技术员 必须穿着特殊的防护服 保护他们免受火灾和寒冷的伤害 由于这里的水温低至10摄氏度 如果没有防寒保暖工作服 飞行员无法长时间在海洋上空执行任务 万一发生事故落水 这些衣服能够帮助他们延长生存时间 每次飞行任务 飞机上有三个人 必须在25分钟内升空 而两名飞行员 承担与航空有关的所有任务 操作员负责部署武器 并在从水中营救时 负责操作液压脚车 直升机飞行员 必须完成200个飞行小时 和一项要求很高的一年培训课程 才能被海军接收 对于甲板船员和飞行甲板军官来说 在直升机降落过程中 要关注飞行员的一举一动 他们使用两面信号旗 来引导飞行员精确地降落在白色着陆区 接下来释放鱼叉 这是一个位于直升机机身底部的挂钩 它勾住一个网格 将直升机牢固地固定到甲板上 这种飞行训练对飞行员来说非常重要 他们正在积累飞行时间 为了确保全体船员不会掉秤 胡师正在全力以赴 他们全天候工作 每天要做1000多顿饭 所有这些都在仅仅45平方米的厨房里进行 今天厨师们正在煎60公斤的牛排 并制作梅子果盘作为甜点 但不是每顿晚餐都像烤肉一样 受到饥饿船员的欢迎 所以作为厨师很为难 即使是切蔬菜 也可能因船身颠簸而受伤 所以厨房有严格的安全规定 当使用菜刀时 必须随着海浪的起伏移动 每个厨师都要掌握这些技巧 船上的255名男女船员 每人每天享受4餐 准备这些饭菜 需要每个班次6名厨师 午餐时间是11点整 军衔在餐桌上并不管用 用餐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且没有特殊待遇 所以厨师在做菜的时候 也省心不少 不需要单独制作小造餐食 德国黑森号护卫舰 有6个不同的防御系统 来抵御威胁 今天的训练任务是 对复杂的船上武器系统进行演练 舰首的76毫米炮 每分钟可以发射多达100发炮弹 在它后面是滚动式弹体导弹 用于在近距离战斗中拦截敌人 另外两个发射器位于护卫舰的船头和船尾 如果黑森号受到猎杀潜艇的攻击 两个三连装鱼雷发射器将被激活 这些发射器指这艘巨大的钢铁船只也能在水下与敌人作战 船两侧的两门轻型海军炮对付敌人快艇 八枚鱼叉火箭发射器既能保护德国护卫舰免受空中攻击 也能抵御敌舰 对于远程目标 黑森号有一个称为VS的导弹系统 其32个单元包含垂直储存的高爆炸药导弹 第三百分队是负责武器技术的小队 小队里有八名炮兵 他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训练装填弹药 一个超大的三乘三米的红色漂浮物作为射击目标被投入海中 这种型号的意大利炮已经在类似这样的战舰上 服役了40年能够射击8公里外的目标 全部深处是弹药库 所有黑森号的弹药都储存在这里 这些特殊的高爆炸药炮弹以每秒950米的速度发射 每个炮弹重6.5公斤 炮兵将巨大的炮弹插入炮筒下方的一排 援助体中 很快三枚炸弹被装载完成 在作战室里武器官瞄准目标 这门大炮可以每秒60度旋转来瞄准敌人 并在短短6秒内完成一次旋转 在目标射击练习中 首要目的不是尽快摧毁目标 而是让这些海兵们学会如何安全操作 船上复杂的武器装备 一旦成功完成射击练习 船员们就从甲板上捡起空弹壳 突然三个红色物体出现在黑森号的雷达上 原来是打击群指挥团队将三艘敌舰的影像上传到了计算机系统里 此时护卫舰需要切断敌舰攻击航母的路线 但是对方貌似拒绝让步 因此强行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要发生 此时见上所有人员要穿上安全服 作战士已做好战斗准备 指挥官需要评估形势并思考最佳防御策略 与敌人的每一次接触都涉及到内部和外部战斗 外部战斗要依靠战舰上的火炮系统 内部战斗包括在护卫舰上采取的所有行动 例如将食堂变成临时医院 一切都在几分钟内处理完毕 一旦发生交火 这些消防救援小组开始救援受伤的战友并灭火 在控制室内的战舰技术中心 士兵们记录船上的损坏程度 这个交互式控制面板 允许军官监测船上所有的火灾和损坏情况 信息立即传递到舰桥和作战室 一旦有人受伤 救援小组的首要任务 是将受伤者通过防火门带到无烟房间 医务人员进行急救并评估受伤程度 随后将受伤人员送往医务室进一步诊疗 到此一场紧张的演练结束 在艰苦的轮班结束时 每个船员都有自己的方式来缓解工作的压力和紧张 他们把脏衣服交给洗衣房 不同的部门轮流安排一名成员负责清洗工作 并且不能影响到本职训练工作 男性船员必须遵守一条古老的军事规定 尽可能把头发和胡子剪短 通常也是在下班后大家互相帮忙理发 健身锻炼也是他们热衷的船上运动之一 这里的个人空间非常有限 船舱也很拥挤 四个人共享12平方米的空间并不罕见 黑森号总共有300个床位 分布在68个船舱中 同时战舰上有三个餐厅 也是士兵们解压的最理想之地 如果得到长官的允许 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喝最多两杯啤酒 德国黑森号护卫舰在大西洋进行演练 已经持续了14天 燃料也越来越少 海上补给训练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此时黑森号护卫舰接近一艘美国补给船 美国海军舰艇北极号是一个浮动的加油站 可以为航母打击群中的所有军舰加油 任务开始前 所有人的手表项链和戒指都要取下来 只能戴着手套护摸绳索和电缆 护卫舰从右衔方向接近补给舰 在距离50米处停下 对于这样大小的船只来说 这个距离非常危险 北极号可以同时为两艘军舰补给 现在他正在为另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加油 为了与补给船建立连接 管员使用一艇改装过的枪 发射一条拖揽到北极号的甲板上 拖揽的末端是一根特殊的绳子 它本身连接着一根巨大的钢揽 目的是在护卫舰和补给船之间搭建一条拉链线 北极号上有一根围杆用来固定钢揽的翼端 这个多功能围杆可以运输燃料 食物甚至人员在甲板之间往返 钢揽重达数吨 通过脚盘被拉过两艘船 接收钢揽是极其危险的 水手必须到达甲板的最外远 把钢揽拉上船 然后升起围杆将它紧紧的拉在两艘船之间 与此同时巨大的燃料软管连接器沿着钢揽滑动 并卡入黑森号的燃料喷嘴 水手们称这个过程为固定 这条软管在接下来的40分钟里 可输送45万升燃料到黑森号护卫舰 与此同时在甲板下方的控制站里 水兵在显示屏上监控燃料补给情况 他们将燃料均匀的分配到船上不同的燃料舱中 以避免重量不平衡 这艘战舰有11个大型补给燃料舱 总共可以储存多达660立方米的燃料 当燃料舱完全装满后 护卫舰切断了与补给船的连接 满载燃料的护卫舰现在准备好迎接接下来9天的训练任务 当落水警报拉响时 对于所有人来说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 没有人知道这是演习还是真正的紧急情况 两名救援潜水员立即行动起来 这种演习他们每周要进行两次 这艘船的海上救援团队共有40名船员 由一个三人救援小组和一个潜水员组 以及两名舵手组成 一台液压起重机将小艇放入水中 从第一次警报到小艇下水的整个过程只需要5分钟 因为海浪越汹涌受害者被卷走的时间就越短 救援潜水员只被允许从军舰的下风侧跳下 否则会立即被船底吸住 一旦入水必须用尽全力克服水流游离护卫舰 潜水员身上还要系一根安全绳 这根绳子能确保把它拉回来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救援潜水员 水手们必须接受潜水训练 它们要在没有氧气供应的情况下潜入31米深的水中 一旦小艇把落水者救上来后便快速驶回战舰 上面会放下一个钩子勾住小艇 液压三角起重机就会将救援小组和受害者 一起提升到环弦10米高的地方 救生艇剧烈的左右摇晃 特别是在最后几米 到此受害者被成功救上来并送到医务室 黑森号护卫舰上的医疗护理与陆地的诊所并没有太大区别 有医生、急救人员、麻醉师、外科医生和牙医、医疗人员配备齐全 可以处理各种创伤和疾病 医疗人员在仅53平方米的空间里全天候待命 侦察技术使德国的黑森号护卫舰成为航母打击群的眼睛和耳朵 现在它将在一次复杂的防空演习中接受考验 水手们必须通过这次测试才能在实战中服役 演习一开始 护卫舰的雷达系统就探测到战斗机的回波 这是由杜鲁门号航母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发出来的 演习中他们扮演敌人 黑森号护卫舰上的智能L雷达 立即将数据传递到战舰作战室 其中两架战斗机试图躲避探测 还有一些战斗机配备了雷达干扰器 可以隐藏他们的位置或发送虚假信息 但入侵者没有逃脱护卫舰作战室里这些大兵的眼睛 现在F-18飞行员直接对准航母编队飞行 加速并降低高度 这就是明显的敌对攻击意图迹象 护卫舰指挥官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船员们三次警告飞机不要靠近 黑森号护卫舰的智能L雷达 可以在160公里的半径内监测数百架飞机和导弹 战舰可选择发射自己的导弹 这些导弹可以以超音速准确打击来犯的喷气式飞机 与此同时指挥官会下达交战命令 把数据发送给航母打击群的美国驱逐舰和制导导弹巡 几秒钟内他们就会一起准备好战斗 并部署防御导弹 当所有的导弹都发射出来时 对于来犯的战斗机来说 有95%的概率被击中 在战舰的厨房里 厨师于晚上8点开始烘焙加煎牛排 他们要揉面做20条面团 大约300个面包卷 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才能完成 想要满足全舰数百人的口味 总是要准备四种不同类型的面包 从供应仓库扛25公斤重的面粉袋到厨房 这需要厨师亲自人力搬运 因此烘焙班次很辛苦 不仅要熬夜还要出大力 在所谓的水手日 船员们会享受到特别的美食 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300年 因为战舰很少在星期五起航 所以周四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在护卫舰的其他地方 两名男子爬过一个舱口 进入一间黑暗的舱室 他们似乎在寻找什么 这里存放着黑森号的所有电子设备和安全系统线路 作为对士兵的测试 两人必须在黑暗中识别出总共十个提前布置好的危险信号 这些模拟练习在线了战舰被导弹袭击后的景象 目的是让士兵们能够立即识别出任何电缆破裂松散的弹药或漏水情况 检查小组五分钟内必须记录好故障的位置 解决故障所需的措施以及相关设备 何时能再次完全正常运行 他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全程需要战舰内部地图的帮助 因为整个战舰就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有255人和64个舱室分布在六个层面上 不同的部分有狭窄的走廊和紧密的楼梯连接 唯一覆盖从船头到船尾143米的层面是祖鲁甲板 这里位于战舰的一号舱房 它就像是一个技术控制室 这里的士兵控制着整艘战舰的运转 有温度监测系统 还有船上的卫生系统 控制着黑森号的42个淋浴喷头 船上所有的卫生设施都是用不锈钢制成的 对于使用真空冲洗的43个马桶来说 这一点尤其重要 就像火车上使用的那种 马桶里的粪便会落入这个 容积为9立方米的蓝色真空罐中 然后进入污水处理设施被微生物分解 分解净化后才会最终排放到海洋里 255名强壮的船员也会产生其他种类的废物 每天有多达5立方米的垃圾进入护卫舰的垃圾厂 一台玻璃碎纸机和一台垃圾压实机 有助于减少废物的体积 以便尽可能多的储存垃圾 垃圾厂填满不需要很长时间 在战舰停靠下一个港口时会进行卸载处理 垃圾室满了就代表物资储藏室要空了 供应船员需要检查储藏室 并罗列下一次送货所需的物资 密切关注战舰的物资供应 是第400分队的工作 他们是战舰所有日常需求的第一站 现在供应组已经评估了所有的库存水平 是时候补充物资了 就像燃料补给一样 物资也可以直接在供海上进行补给 波涛汹涌的大西洋 是海上物资补给变得困难 德国黑森号护卫舰接下来要与一艘挪威补给舰 进行一场海上物资传递任务 甲板上的船员放下栏杆进行拨盘补给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操作 需要两艘船保持精确的距离 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 现在两艘护卫舰都在补给船旁边 三艘船正在以完全相同的速度 通过航母打击群指挥团队设计的特殊路线 这个区域是唯一可以进行补给的区域 如果任何一艘船只脱离了这条指定航线 补给操作将立即取消 他们连接好传送钢篮 但是突然船底响了五次 这是立即切断所有连接的命令 现在要准备紧急脱离 这个特殊的钩子只能用大力锤敲击才能取下 让最后一根缆绳收回去需要动用13个人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需要紧急分离 但命令传来就必须尽快完成 这次从警报响起到切断连接 只用了五分钟就全部完成 原来今天要紧急分离的原因是 他们有进入另一个国家领海的风险 但黑森号仍需要补充物资 几个小时后夜幕降临 托盘补给仍必须继续进行 他们把荧光棒系在制服上 还有一些不同颜色的信号灯 是用于与补给船通信的 灯光逐渐减弱 意味着护卫舰必须更靠近补给船 在黑森号上 管员们使用信号灯来指示 越过钢缆的最佳方向和高度 接下来两艘船之间搭建好电缆滑轮 现在货物可以进行双向运输了 水手们一个接一个的 人力将供应箱拖到甲板下 由于光线昏暗和海浪汹涌 整个操作变得更加困难 运送物资需要船上每个人的参与 每个箱子必须传送140米 下降三层甲板 才能到达黑森号的储藏室 新鲜水果对全船所有人来说非常重要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他们一直吃的都是冷冻食品 随着食物物资传送完毕 船员们成功的完成了夜间补给 这意味着战舰上的小店又能满货架开放了 这个小店每天开放三次 水手们可以买到任何让他们开心的东西 不仅仅是烈酒和香烟 还有软糖 方便面和德国啤酒 还出售军事主题的纪念品衣服 小店平均每天的营业额为1000欧元 其中10%的利润由船员们共享 在海上仅仅7个月 这间小店就盈利了约2万欧元 在佛罗里达海岸数百海里外的海军演习中 德国黑森号护卫舰继续围绕着巨大航母杜鲁门号 今天的计划是通过一条想象中的运河 这需要航母编队所有战舰 以不超过一公里的距离 陆续通过这条想象中的水道 而率领编队通过这条狭窄通道的是黑森号护卫舰 但是很快护卫舰出现严重的故障 他们失去了动力 一名水手要迅速升起三角旗 这是为了告诉编队中的其他船只保持距离 其他人带着灭火器谨慎地进入发动机房 好在舵机故障不是由火灾引起 而是保险司熔断 现在需要手动控制船底的舵 护卫舰的转弯半径为570米 所以通过纯粹的体力劳动来转向会很慢 经过十分钟的艰苦努力 水手们让黑森号回到了正确的航线上 与此同时 甲板船员将航线的控制权 还递给其他打击群成员 如果无线电系统出现故障 这些信号旗有助于向临近船只传达信息 这是一种信号旗 他们使用40种不同的字母来代表 并且在北约成员国之间是一致的 信号旗用于传达危险 航线变化或求救信号 200多年来 水手们一直使用这些信号进行船之间的通信 多面旗帜一起从顶部到底部读取 为了在长距离发送信息 每面旗帜都被分配了一个摩斯电码字母 而一个巨大的信号能通过闪烁光信号来提供帮助 使用这个系统 水手们每分钟可以发送多达八个单词 摩斯电码和信号旗信号实际上很容易学习 只需要几天的记忆就学会了 直到故障完全修复 他们将信号旗降下甲板 并切换回自动驾驶模式 自动导航系统将船的航线与罗盘信息绑定在一起 是船上最重要和压力最大的系统之一 与此同时 在甲板上维修小组正在对一架直升机进行检查 他们必须使用精密工具检查飞机的每亿厘米 发动机或悬翼叶片的任何磨损都可能是飞行安全风险 起落架也会吸收强烈的冲击 大西洋的海水也会侵蚀其部件 这些部件必须用特殊的防腐剂进行处理 延长直升机的使用寿命 需要水手定期维护和保养飞机 直升机还配备一项精密技术产品 称为拖叶式声纳 这是一种近30万欧元86公斤的深度探测器 可以探测潜伏在水面下的敌方物体 它也需要每周进行维护 一旦所有系统检查维护完毕 飞行员就会测试他们的性能 一根440米长的电缆将拖叶式声纳放入海洋中 它可以在35公里的半径内监视水下环境 然后将数据发给护卫舰控制中心 实际上黑森号护卫舰使用自身携带的声纳系统 进行潜艇搜寻 但它的位置范围仅限于44公里 如果需要扩大搜寻距离时 就会使用直升机上的拖叶式声纳 很快这场训练任务即将结束 今天的任务是在梅波特港停靠 这也是一项极其危险的操作 风天气和水位对靠岗行动都至关重要 船的位置和速度也是如此 现在一艘拖船从护卫舰的港口侧靠近 带着一名银行员前来 银行员通常是经验丰富的船长 他们熟悉这片区域能够安全地引领战舰通过潜水区和绕过障碍物 到此他们成功地安全靠岗 根据老海军的传统 舰长是最后一个下船的人 直到最后点名 他仍然负责这艘船和他的船员 简短地修整过后 这艘高科技护卫舰黑森号还有着漫长的航程 他从诺福克海军基地继续出发进入大西洋